西耳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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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另外一集的西耳宫廷 今天不好意思 我必須要淑女一點 因為呢 今天我請來的嘉賓啊 她其實就是女神級的 我從很久以前 就看她的blog了 我們話不多說 現在請一位我的好友 怎麼都打不走的那一位 就是我們的Ann小姐 嗨 又是我 是又是妳 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請別人 因為今天那個來賓很貴 歡迎我們的佩詩 第一個問題要問妳的是 妳是陪詩還是佩詩 是佩詩 可是每個人都叫我佩詩 所以 妳已經習慣了 然後我要說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說我今天要淑女一點 plus 我為什麼一定有這樣一段的距離 然後我一直很想往這裡移 是因為 妳們看一下她的腰 再看一下她那個臉 這是我們所謂的巴掌臉 妳知道嗎 妳問妳的腰尾有沒有二十 二十三 二十 二十 二十三 二十二十三 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二是我 我應該十二歲的時候的腰尾 很好聊啊 我一直放出來的時候 所以妳都是underweight 一直都是underweight 現在算是 現在還是underweight 還是underweight 妳的體重是 三十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是我的年齡 除了那個數字搭到之外 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她會一直在網上這麼的紅 是因為 她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女神級的瓜子臉 巴掌臉 對不對 然後腰圍 哇 自信心跟我有點有的比 有點爆棚 跟我一樣 今天我們有食物 就是有食物 from all and one night 不然是打斷一下大家 因為好 我沒有介紹 我會看你們沒有吃這樣 我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吃了 所以我從很久以前 我就有看妳的blog 是從寫blog開始的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會開始 就是那時在學校的時候 每個人對我自己 像online diary這樣子 就是寫心得咯 寫diary啦 寫我今天有做的什麼 因為starting是 每個人都在寫啊 因為學校就是一個 It's like Instagram Facebook 這樣 因為那時沒有Instagram 對 所以大家都是在blog 就是寫自己的live 就是這樣 妳長得這麼漂亮 為什麼會沒朋友呢 沒有啦 因為小的時候 不是說很會打扮 而且我比較小隻 然後我小隻 就比較多人去拍子吧 你在寫dary的時候 妳不覺得這些 都是妳的私底下的嗎 為什麼沒有人在看嗎 對 這種東西都是自己看嗎 好像妳今天說紅 應該是很多人去看的那樣子 就是突然間有一天 就是 我就打爆神的題目 突然間就越來越多人看 妳寫了多久之後 才越來越多人看妳的心得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可能差不多16歲吧 寫兩年 對 妳都寫些什麼 我很想知道 因為我 可能就是我小的時候 我是寫那種 就是今天犯什麼事 然後今天 今天打了一個學生 對 因為我差不多15 15 16歲的時候 我 終於就是 最後寫了一個很長的 article 在霸凌時間 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 人家發現我寫Vlog 就是還是做YouTube 然後他們喜歡就是 做農民 講真的 因為那時不是一個很 popular的東西 所以人家覺得妳想紅 所以人家覺得妳想紅 是這樣子嗎 對 就那妳寫什麼 Look where I am now 好 好 好 我們會把這個放大 放大 太放大 然後每一次她想一段東西 我們都會放一個 Look where I am now Look where I am now 妳就寫了這個之後 這個是妳爆紅的點嗎 我不是說爆紅 就是比較多人會覺得 Oh actually 就是 這個事情 跟我一樣 我在學校的時候有這種事情 可是不可以 就沒有朋友 疏苦 妳真的沒有一個朋友 有啦 就有一兩顆朋友 她可能就沒有空管 她可能就沒有空管 沒有空管 不是啦 所以她內腦比較多 阿姨 會聊啦 就是偶爾會聊 可是有些事情 可能妳不會去什麼東西 都跟她講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這種 沒有SMS 還是Facetime 因為妳活在什麼年代 沒有SMS 沒有有SMS 沒有SMS 沒有SMS 妳沒有費哥傳輸的嗎 而且沒有WhatsApp 沒有WhatsApp 這樣一直更新 而且SMS就是 免費就對了 你超過1000個 還是100個 所以免費 但妳不會一直 就是繼續 是 所以妳就把它打在 Blog裡面 可是我的朋友 也是會看我的Blog 然後 所以會跟我講 OK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你們女生 長得這樣子 就是比較瘦小的 霸凌都會聽到一些 怎麼樣不好聽的 永遠都會聽到一些 怎樣不好聽的 因為妳比較 對 所以 我很像要 插白白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會刻意 一直叫我去做 因為他們知道我 達到最高的那邊 OK 然後很好笑的是 老師也是會 配合那些 是不是 我也是啦 我覺得他們是比較喜歡 popular kids 所以他們也是想要 一起笑 所以妳寫了這篇 這PO文了之後 就越來越多人 會去閱讀妳的Blog 嗯 然後過後妳就越寫 越細節 妳就放更多心思去寫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可是我 只有那一個文章 我寫關於霸凌的時間 就是後來 因為我那時還是很怕 對不對 所以我就很少 就是寫了那麼細節 整個霸凌的時間 我只是說我的心得 OK 然後人家怎麼對我啦 就是很少的 然後後來我才開始寫 就是繼續寫 Lifestyle 繼續寫的Lifestyle 因為after16歲 就離開學校了嘛 嗯 然後就比較多 make up啦 這種東西可以寫 妳是從什麼時候 就是有再轉移到別的 platform嗎 還是YouTube 16歲開始了 因為那時就比較多人 讀那個Blog 所以妳會有Fans嗎 那時候 就開始很多Fans 那時候就開始打扮 然後就開始做 然後就開始做YouTube 因為我也是認識一些朋友 就是Noah 我也是16歲的時候認識她 她是做YouTube的 她不是Blog嗎 對 然後從那邊我就開始做YouTube 她是妳私底下認識 還是因為妳從一樣的行業 所以才認識 是我的朋友介紹的 因為那時她也是有做很多YouTube 對 然後就這樣子認識了 所以妳們是 所以妳們是 YouTube好早開始 對 十二歲開始 所以妳現在做了滿多年了 對 是要講今天嗎 不需要 我不想透露妳的年齡 因為我覺得 病馬 不透露年齡的 不像我這樣有沒有 所以在什麼時候妳發現到 做YouTube或者是什麼 然後可以幫妳賺到錢 我開始Vlog的時候 那時還沒有很多人在看的時候 也是有一些Blog Shop 因為那些都是 那種小妹妹一起幫妳 就是她們開Online Store 她們也是會送我一些 necklace啦 那些什麼小小的 那些什麼樣的 accessory 然後就 在Blog 就是shout out 一點啦 後來Paid的話 應該是十六、十七歲開始吧 第一次人家approach妳 跟妳說 我們想找妳合作 問妳的價錢的時候 妳怎麼去應付這件事情 因為那時沒有這個market rate 所以他們直接 就offer妳一個token fee 所以她給妳那個價錢 妳就拿了 所以我給妳五十耶 因為我都不知道 那時應該是 五十一百吧 這樣 那她有沒有做一個Blog Post 做一個Blog Post 很多effort 很多effort Tura一個Blog Post 很多effort都可以阿姨 等一下妳可以寫一個article 然後妳去quant it 妳就拿一百塊 她不懂的 妳知道現在我們是IG 我們要寫caption也是很難 欸我們現在 Instagram都很難 以前Blog准死欸 是不是Instagram 我們要寫一個 一個pair of blog 都很難了 這樣子妳們的 妳們的那些功課怎麼辦 妳們什麼應付 就是假個咯 兩個都做 所以剛開始一個月大概 有會四位數嗎 應該有啦 十六歲 賺四位數 欸 不錯耶 當然 以前小時候 那裡有人要做工啊 沒有人要管上班 所以妳開始去Poly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就說 欸妳是不是那個Poly師啊 妳是不是那個Poly師啊 妳是不是那個Poly師啊 有一些啦 所以那時候我在學上也是有點怕 所以我就沒有很多 可是我在想有一個Stoke Stoke有 Poly有啦 Poly有啦 因為有時候我在問他 因為你恐怖自己回家 對不對 而且他這麼飽的 33公斤這樣拿來就走 我 我有時在bank 33公斤 是不是 以前應該更輕吧 會不會 以前是28吧 我28很久欸 看吧 你小時候我28的時候 我應該是10歲吧 我不能想啊 很遠 很遠啊 沒有這個數字了 我現在 有可能手臂 手臂有 我覺得我覺得 28是CM的 就這樣啦 大丟大丟的啦 小腿小腿 大腿 Stop OK 對 那你剪片這些東西是哪裡學來的 對 慢慢學囉 就是因為我也是做蠻久 我也是做蠻久的 所以剛開始我就是用Windows Movie Maker 然後就 很難看 然後就一直看別人的視頻 為什麼那麼好 然後就慢慢 學 對 你可以就一直 什麼東西不懂 你就Google 那時候相機是沒有美顏的 啊沒有沒有 哇 這人的皮膚就是天生地質 沒有啦 因為以前的CAMERA Mega Pixel很爛嘛 所以它不是HD 然後你就拍好看 你看 拍攝鏡頭拍出來 你不然我給你看 我中學時期的照片 我 因為我一直很想知道 你怎麼去抓到那個點 就是做了YouTube 然後知道說 這一塊就是你可以走的方向 我覺得那就是我的 幸運點 對 因為 當時就可能只有一兩個 像我那樣子 在新加坡做 視頻啦 Vlog啦 所以客人也是沒有什麼選擇 沒有啦我覺得 然後人家從以前開始看 然後我就一直從以前開始 Gather我的觀眾到今天 所以今天還是有在做YouTube對不對 嗯 對 每個星期我都有放 你是一開始就已經是很規律的 每個星期都有放視頻嗎 沒有 我以前 就是可以兩個月 忽然發一次 然後三個月發一次 但是從幾次開始你決定 我要有一點 routine 我決定我想要每個禮拜 放一個視頻 因為其實現在的 competition 比較 strong 很多 很多 而且那個 trend 一下子來一下子走 所以現在我覺得 真的是 must pick up 那個 pace 對不對 所以我好像是去年吧 還是前年開始 就是每個星期放一次YouTube 哦 從去年沒 對啊 而且我要 ste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我就去住一個 office 對 然後我就 因為我每個月 我需要還那個租金 對 所以我一定要就是 用我的YouTube的錢 AdSense啦 還有什麼錢 去還我的 rental 然後你要去 有推動力也是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推動力咯 那個 rental咯 我的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嗯 YouTube 到底有多好賺 YouTube啊 其實YouTube AdSense 就是 是不好賺的 不是很好賺的 他們是算view的對吧 嗯 可是很奇怪 我其實也是 我其實也是 沒有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他的那個 the way they work because 有些可能 我可能有100千個view 可能賺比較少 compact一些50千的 那種 呀 我也不知道 是看他push什麼app 在你的video咧 但你每個月現在就是有 在拿 一定會拿AdSense 呀 可是 就是真的很少很少啦 沒有很多的 所以現在你會 prefer 別的平台嗎 廣告的話都是在IG 現在還是在IG 對 那還是會 陸陸續續還是很多 就是campaign啊什麼 呀 YouTube也是會做 可是比較少啦 那你說你 你租了一個office嗎 對不對 所以是你現在一個人 在跑那個office嗎 嗯 還有我的哥哥 所以我哥哥是幫我manage 我的client 哦 他是你的經紀人 對 他是我的經紀人 這麼好 所以你哥哥是他有bootime嗎 還是 他有freelance 別的工作 哦 但他也主要就是幫你去 LiarSense 對 幫我LiarSense 所以他是很 他會去推你給client嗎 不會 就是不會推咯 如果我收到e-mail 我就會follow給他 他自己跟那個client聊 所以他已經很了解你的 就是你的rate啊 什麼啊 對 怎麼運作啊 對 你的calendar他都懂 對啊 而且因為我也是有trust issues 因為我做蠻久了嘛 然後我也是知道 有什麼公司會騙我啦 什麼什麼這種東西 我都會懂 所以我也是不是很喜歡 找一個外人幫我 就是管理我的 妳有嘗試過嗎 沒有耶 我都是一直都是自己在做 那one man show 自己啊 到今天為止 你剪片拍照 修片 修照片 全部都你自己 真的很難耶 全都是我自己在做 是導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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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做到的 你知道我嘗試剪片喔 我差不多剪了 一個片吧 差不多15分鐘 我剪到那個3分鐘我放棄了 太難了 真的很難 對呀 我想問你 怎麼自己拍照呢 妹妹 自己拍照 tipod咯 人家巴掌眼 什麼樣子都沒的 OK 然後我 我也是沒有angle 無死角 那個臉是圓的 沒有啦 OOTD那些比較簡單的 就是可以找 你知道我的爸爸媽媽啦 我的哥哥啦 蛤 爸爸媽媽幫你拍 我全家都在幫我拍照 那妳說我在哪裡拍 隨便家裡的 我現在喔 我現在不會 不會就是特地出去外面 找一個美美的地方拍照 就是剛好 以前我回來 以前會特地 特地打扮然後去拍照 有時候會 可是現在比較 現在我今天去吃晚餐 然後去拿 幫我拍這樣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是 妳在外面嘛 很多人對不對 妳可以 就是忽視大家的眼光 然後放妳的電話上 那邊就開始拍嗎 我跟妳講喔 我出國了 那時候我去日本還是韓國 我去自己一個人嗎 去日本嗎 沒有吧 妳自己一個人是贊助去嗎 是嗎 然後我就有一兩天 是那種自由和簡單 然後就自己出去 而且我是比較喜歡自己出去走 然後就自己出去走 然後就自己出去走 然後我到這個 Shrine很美 我就去拿那個 Excuse me 各位 然後我就放在那個 Staircase 然後我就放 然後我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有很多人嗎 很多人 然後我就經過他們就 可是我覺得外國比較容易 在新加坡就比較難 有時候我開始了 兩三點喔 有時候真的有人放在哪個中間 就 然後在地上坐就這樣 我有看過 你知道 我嚇到耶 我在想 我們這個應該是幾個Million的那種view 不是 就是因為不共view 才會這樣 我跟妳講 幾個Million 你隨便拍個大集合 怎麼有人看 我 我曾經就是有去過一個 一個Event 我那時很新 我剛開始 然後什麼Event我都去 我就想說 我去Event 那時候Pre-Covid的時候 超多人的 我就看每一個人喔 都真的很會抓傢伙耶 他們真的就是 可以自己去放一個角落 然後 大家也會狠手規矩在那邊 在旁邊等 看他在那邊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真的很 他自己的Zone在拍耶 然後我在排隊咧 然後我心想 等一下你也要講 我都怎麼辦 然後我就 還是不要拍啦 我真的過不了我自己那關 yeah that's why 我覺得在新加坡比較難 這樣子拍啦 在外國因為沒有人管啦 講真的你就覺得 而且沒有人認識你對吧 對啊 而且你就覺得我只是一個Tourist 嘛 然後你們一定要 you know understand 我是一個Tourist 我也要拍一個Tourist shot 那如果在新加坡 真的有必須必須要你出去拍一個 有可能衣服啊 還是 sponsored的一個 就是還是campaign的一個照片 嗯 就是找一個人陪我去咯 哦 你都會找誰 我的哥哥啦 又是哥哥 媽媽 所以你都不找朋友幫你拍 就是男朋友也會啦 就是男朋友也會啦 可是就是 男朋友也要拍啊 男朋友不行啦 也要train 要train的這種 會問到了吧 男朋友 所以男朋友會幫你拍對不對 所以你有男朋友啦 所以你們在一起多久了 呃 兩年吧 兩年了 哦兩年了 okok 好 他過了過了 我不問了 下次我會把他撩上來 直接把他挖出來 看他是誰了好不好 所以現在你剛才有說 competition比較大 嗯 那你有沒有去覺得說 你要怎麼去 keep up to the times 還是怎麼去 fight這些competition 因為畢竟的 這算是你的fulltime嘛 對不對 而且你的公司 現在有個office 對 我以前比較做 比較常做那種 美容啦 就是美妝啦 現在 就比較常做 食物 我也是做食物 他也是做食物 他也是做食物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這一點的話 可能你這樣應該這樣 沒有 我就是會去try不同的 snacks啦 Cup noodles啦 那些零食之類的東西 他可以apport 嗯 我不可以這樣try 我這樣try的話 我會大門都走不進 哈哈哈 你為你youtube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是什麼 100個locklock 真的有吃嗎 可是我沒有吃到完 就是adam 跟我朋友 我就是try 你吃了幾隻 幾隻 我今天吃10隻 10隻這樣吧 哈哈哈 因為他locklock蠻大 我又adam 100隻 我媽是嚇到了 10隻 沒有很膩耶 其實我發現真的很膩 我剛開始我就覺得 因為我蠻喜歡吃龍龍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可能可以try 因為有三個人 然後每個人就吃差不多30個 30多個 30隻啦 結果吃了吃的話很膩耶 因為他炸嘛 比較油膩 他而且很大 他就直接放那種 你都是吃饅頭是不是 兩個大饅頭這樣一串 就覺得你們太generous了 不要 所以你吃到第10多隻 你就不行了 10多隻就不行了 你其他朋友也不行了 都不行 都是女生嗎 男生也不行 不行 因為太膩 我覺得不是飽 是膩耶 你們這裡的人吃洛洛克是幾隻 你覺得 15 15 是喔 而且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叫了100 我覺得味道也一樣 而且我叫了100隻 可能他一吃過就 100隻這樣炸 看吧 然後那個油 做YouTube的錢一叫就叫100隻 我都沒有試過叫100隻 所以你要try這種的時候 你要拍影片 就覺得很像很值得這樣 妳到底我越心酸 我到底在錯過 為什麼不要好好拒絕剪片就好 然後自己可以拍自己 可以剪片 真的 從幾時開始做TikTok TikTok現在越來越紅 然後 哇 覺得就是這個蜂巢啊 突然間 對 就這樣煞過來 我覺得是在COVID的時候吧 對不對 比較 可是我覺得很難耶 你要做Facebook 要做TikTok 太多了 你做你還要真的去grow那個 對啊 你要去明天 從零開始 而且你不是一拍就過了 是要繼續明天 對 然後我覺得TikTok的 剪片是不容易吧 對啊 有些是蠻難的 除非你做那種比較簡單的 TikTok不是有美顏的 你說剪片的那個 對 像那種衣服 對 那種啊 可是那種我都在去看 對 我一直覺得 那怎麼要想呢 一個人要穿八套衣服 對啊 有時候我就做幾個outfit 好累 因為我也是喜歡那個感覺 就這樣 很酷這樣 對 你自己做還是你爸爸媽媽 我自己做 欸 TikTok 好處是在 我不需要拿專業鏡頭這樣 我直接拿一個手機 然後自己調 這樣子 所以TikTok你不是很活躍耶 很少 除非有那種 比較簡單的圈 我們現在講到社交媒體 你也是一個很社交媒體的人 從以前就是這樣 你會發現以前的 你的likes 或者是點擊率比較高 跟現在 因為我們也有說 比賽比較多 對 大家看到的東西也比較廣 對 更多人讓他們選擇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是 這是有在你的身上發生過的事 對啊 有啊 我以前的video比較多人看耶 我就隨便拍喔 都會比較多view 比現在 嗯 現在的我 put in 什麼effort 那個view 有時候你真的是不可以 預料 到底會有多高 這樣子 然後你會不會question 你自己說 為什麼我put in 這麼多effort 然後只有這樣的view 有 有啊都會 會不會讓你自己覺得很多 很自卑啊 網絡上 都會有我們所謂的網壽 就是酸民啦 我們叫做 對 你有曾經被攻擊到很慘嗎 有啊 其實大多數都是 我的味道耶 奇怪了 你們太瘦不可以 太胖不可以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很好笑咧 要怎樣 太美不行太醜不行 哈哈哈哈 就有那種一眼十勝的comment啊 最最最 recent的喔 我有一個 我就是在Twitter看到 有人share 他們 因為我做一個outfit video for小智的人 petite petite girls 然後他們就特地screenshot zoom in 然後還畫 呃這個 呃他的腰沒有很小 所以沒有可能 是33 然後就 就還畫 就是直接研究我的身材 有些人是不用工作嗎 excuse me 然後就講沒有可能是這樣 然後有些人就會講 我有厭世症啊那些 對啊 都是 衝著你的 體重 都是體重型 來的 可是我看到照片 我真的有點嚇到 因為他的照片 他拍的太好 看起來很高嗎 沒有啊看起來 沒有那麼瘦 真的 沒有那麼瘦 你覺得我拍照好嗎 你拍照真的需要學習 欸 所以你通常就是看到的 就是寫comment啦 會不會影響到你自己 剛開始會欸 因為以前人家很喜歡 講厭世症的這種東西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 you talk about me what if 有真的有厭世症的人 你們也是這樣子講 他們會有什麼 更受傷嗎 對不對 呀當時我就會比較 有這種 emotions啦 現在 比較習慣了 那數字eyeball 這些變少了 嗯 你會 會有什麼感受嗎 哇我一直都會 因為這是我的full time job 對不對 as much as每個人都講 views doesn't matter you know followers don't matter but我們是在 這好像困的 我們是在這裡賺錢的 是 這是我的rice ball 對 所以一定會 affect到我啦 然後 一直去研究咯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啦 我是不是要換另外一個方向啦 所以你會去做research 就是去研究說 你到底可以往哪個方向走 嗯 就好像以前我喜歡做美妝嘛 對不對 可是新加坡不是很多人喜歡看 beauty content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要重新 就是要做另外一個content 你們想過要做搞笑的 以前before我做beauty的時候 我一直都在我朋友的youtube channel 而且我朋友都是在做comedy 像是Noah 她都是做comedy的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出來做skits 很怪 而且 你真的 你真的很沒有那個comedy的表演 你最出來就是 我覺得我想要放一個亮光在你後面這樣 蛤 蛤 你知道嗎 就是仙女下班的感覺 但我出來就不一樣 通常他們都會給我的騷子 就是大奔向啦 不然就是地震啦 不然就是地震啦 不然就是露燥 就是露燥 都是這樣的 所以 同人不同命 但你怎麼去 overcome這個東西 怎麼跟自己說 It's ok 你知道嗎 我們還是可以再賺錢 就是更安慰自己咯 如果我不可以做這行的話 我可能就做business咯 因為我已經有這個平台 可以幫我 例如 我現在有做一個small business 它叫spell 所以我做pilomis的 但這是手製的 很小 但我也是有去做 就是invest 一些f&b chuk-chuk 也是你也是有 我也是有invest ok 所以 at least 我可以安慰自己咯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可以做這行 你還有一個 我至少還有別的東西可以做 因為很多人一直跟我講 你要學會invest you know 我不是一個re-staker 我不喜歡冒險 我就覺得 其實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 我現在的這個live 我已經很開心 I'm not very greedy but 人家一直這樣跟我講 我就覺得 actually it's true 因為 it's retirement plan 是 No it's like 我都還沒有想 你要想 你要先想 我才可以想 沒有你要想到你未來 要怎麼過 可能 因為我們也不是 人家有男朋友了 你可不可以教我 怎麼拍照像你拍得這麼好看 蛤 有沒有一個treat 就是說要把電話擺在哪裡 還是要頭要怎麼angle 怎麼擺 那個感覺的神韵 他剛剛哈 應該是沒人救了嗎 沒有啊 我覺得 沒有我覺得是看多 你就 看多你就會了 我看了幾年耶 就是我一直都會去Pinterest 就是拉小紅書啦 這些一直在看 他們的角度啦 他們怎麼拍 Aesthetic是怎樣 我也是有去看 然後我try了喔 每天看耶 我真的是每天都在 我try了喔 有放起來 人家也不是美圖出來的 我要美圖很多 我美圖到後面的那個 那個建築物都被我弄歪了 這樣子 很難 你就不要站在建築物的後面 然後要站前面 平的是嗎 像那個 牆壁 這樣 那個重點是你耶 對 對 可是我不可以一直只拍 不臉窩 這樣人家很快衝 剛剛覺得 奇怪這個希希 為什麼每張照片都是 換後面的背景 但是沒有東西的 好笑 不可以 因為我曾經想要 就說好啦 我不要演戲 我做網紅就好 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說 照片嘛 反正我放上去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我就放上去放美的 你知道嗎 我試試咧 不可以咧 我們去移了那個 那個手把外面 他給我移到 他又給我移到那個手把外面 會就是很像 有窗簾那個窗簾外邊 很明顯 因為我要移很多 明明你們至少是移一下 一點點這樣 我是這樣 他不瞭解啦 你不要怕他做什麼 沒有 其實沒有不要Edit 這麼多意思啦 以前不懂嘛 對不對 我覺得現在自然 人家才喜歡的 可是我很想知道 你看我男朋友幫你拍到床架 哎呀你跟我拍到這麼醜 為什麼我腳那麼短 你是不是每次都這樣 不會了 欸我找你又拍 哇塞我臉是平的 然後 我就是 很清平耶 真的 我上次拍照是 這樣子拍的 你了解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可以把你的臉拍成平 會不會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好啦好啦今天謝謝你抽空來這邊 在外面陪我們聊天 我會謹記在心裡 跟我說的那些tips 然後回家用 好 你們注意看我的照片 一定會很美 哈哈哈哈 非常美 但我們希望也是就是你可以 繼續come out with very good content 然後不要放棄 希望你就是可以 從事還是你比較喜歡的行業啦 因為我覺得你還是本來就是 比較喜歡做這個 對 媒體的對不對 對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 吸耳公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